黄子娇诊入Metal案件,又传出向违法偷拍网站购买而扫兴影像,徒弟露露黄露子因沉默多日,与脸书发声。 他说,现在的心情还是很混乱,虽然持续正常上班工作,只是心碎一地。 他也表示,不会因为舆论压力急着发声,更不会因为和黄子娇的关系,就容忍触法行为,错就是错,没有灰色地带,本该受到严厉谴责。 而身为一名女性,甚至是未来的母亲,她希望这样子的案件,未来不要再发生,一件都不可以。 他也说,相信社会上,还有很多暗处需要点亮,相关的而少保护跟性自主议题,除了在社群上的讨论之外,还能做些什么? 这是他努力去思考和研究的方向。 他最后提及,这一阵子很不平静,大家辛苦了。 愿每一个人都能被妥善对待。 艺人黄子娇卷入性丑闻风波,近期又被检方查出,从非法网站控入七部未成年性影像,引发各界踏伐,不只让许多艺人明星纷纷表态,更让台湾演艺圈发起联署要求修法,网友更是到处声讨过去跟黄子娇有交情的艺人,要大家都跟他切割。 而事发之后,身影一周的黄子娇徒弟露露,黄露子英,10号晚间也透过脸书发表想法。 露露坦言,最近自己的心情还是很混乱,但依然持续工作,而且心碎一地,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声。 露露解释道,不会因为舆论压力就急着发生,更强调不会因为和黄子娇的关系就容忍触法行为。 但他也强调没有灰色地带,错就是错,本该受到严厉谴责,表示身为一位女性甚至是未来的母亲,真心都希望这样子的案件在未来都不要再发生,一件都不可以。 但同时也关闭了这条贴文的留言,心情看起来相当沉痛。